主持人 哎 好了 小朋友们 哎呀 好 我们一个一个说 哎 哎 这个也有一个一个说 对 我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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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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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莫秀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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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操的时候 我听到哨声要干嘛 要听口令排好队 现在不是做早操的时候 不用排队 你坐那边坐那边坐那边 哎 哎呀 我知道了 我听到了 好了 宝贝们 你觉得本来好是吧 好几个话是谁的 真好 小花呀 听病人讲说 你长大之后 想当警察对不对 对 那你肯定看过很多警察叔叔 在电视上是怎么执行任务的 我现在给你个任务 哎 真的 带大家排好队 去餐厅 好不好 是 好 好 排好队 排好 排好 直线 直线 都在排哪儿 都要排哪儿 好 好 好 哎 小朋友们听好啊 父亲姐姐跟修伦哥 给你们带的礼物 等一下就可以拿到了 好 快跳 快跳 小朋友们听好 一起跳 齐波 走 一二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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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棒 带小朋友也太累了吧 还有个骨头 好紧密啊 这可好看 谢谢乐乐 这是送给我的礼物吗 姐姐 你忘了吗 之前都会给我扎辫子的 姐姐开玩笑的 来 坐 锦青就喜欢给小娃娃束辫子 可她姐姐我不会呀 快看 快看 诶 乐乐 今天我们让这个帮你输得怎么样 她特别会输辫子 好 来 你竟然真的会输辫子 小时候在院里的时候 经常要帮忙照顾弟弟妹妹 后来又有了小满 直到到高中之前啊 辫子都是我辫子 苏京姐姐 编辫酒什么好玩的 跟我一起去玩吧 好呀 你想玩什么 你会玩什么 我呀 那会的可多了 听好了啊 你们现在 都是一群科考队员 那这一片 就是我们的山区 你们的任务 就是要找到矿石 出发 去吧 好嘞 加油 下面找一下矿有没有啊 老师的东西弄了 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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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不我们玩点别的吧 行啊 咱们去找那哥哥去玩怎么样 好啊 没什么生人 那就好处 是怎么办 还背着走 哈哈 唉 JON 老师 老师 今天非常感谢二位配合 你也辛苦了 我们等一下跟孩子约了晚饭 所以可能会多待一会儿再回去 那我们就先撤了 还得回去赶后期 今天拍摄非常顺利 辛苦二位了 辛苦 辛苦大家 看什么呀 就觉得你今天跟平时不太一样 哪有 没什么不一样 走吧 你们有觉得我带孩子还挺有一套的 那我建议啊 你还是等照顾他们吃完饭之后 再这么自夸吧 照顾吃饭有什么难的 哎哎哎哎哎 坐下 坐下 坐 快点快点快点 坐下 坐下 我要把他的葫芦包放在我的碗里 姐姐 她穿我的围裙 姐姐 我长大要用筷子吃饭 你们别闹了 坐下吃饭 现在呢 就让眼镜博士 也就是我 好好来帮你们断囊案 每条围裙上面呢 都会写用名字 这条是你的 记得你的名字 你的 在地上 来 这里拿好 小胖 小胖呀 警察叔叔呢 可不会挑食啊 小胖们 一定要好好吃饭 长大之后 才可以像眼镜博士一样聪明啊 快吃 还挺有办法的嘛 低点 小胖你卡住了吗 怎么了 怎么了 来 没事吧 霍景辈 慢点吃 甜肉 嗯 嗯 嗯 我都要去 封印 又是因为你 千里离开 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刚刚是修伦救了他 还不走 你还有什么脸来这里 什 什么意思 刚刚那个人是谁啊 他为什么那么说 博士 他到底什么意思啊 博士 他到底什么意思 是 又是因为你 千里离开 还不走 你还有什么脸来这里 博士 喂 华爷 您晚上有空吗 是这样的 我有件事情想要请教您 那太好了 我在家里等您 来 华爷坐 你坐 这个呀 是你最爱吃的酒酿 你早点把它吃完啊 要不然放时间久了 久之就大了 这个是修伦爱吃的待遇 我都已经煎好了 你俩吃的时候要热一下就行 辛苦华爷了 你说你来还带这么多东西 但凡你们爱吃啊 这当妈的做再多 都不觉得辛苦 修伦呢 他今天公司加班 我以为他在家呢 华爷 其实我今天是有点事情想跟你了解一下 有啥事你说呗 修伦到沐家前在太阳村的事情 你看看 我自己会很想要宽子 到了我家就算是有事 也不算不乱了 我自己这么想要 你自己的事 要不要把产生 好 我是否我自己的事 如果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的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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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就是那么一板一年 当年我和我先生也就是你叔叔 我们打算资助一家福利院 就带着小满去太阳村探望 也真是缘分 这小满看见修伦呢 就特别喜欢她 抱着她就不撒手 回到家之后 还是一直哭着喊着 说要找哥哥呀找哥哥 后来我跟她爸也商量 最后就把秀伦收养了 她刚来到家的时候 简直是规矩得不得了 一开始我们以为啊 她是在福利院待久了 居住的时间长了胆小 后来才知道 她是因为心病 心病 嗯 那件事 在修伦心里一直十一到八 我跟她爸说好了 不跟她提起 所以 华爷爷不能告诉你 还是等什么时候 修伦心里的这道伤疤 自己愈合好了 让她自己告诉你爸 我明白 谢谢华爷 小锦啊 修伦 从小到大 吃了很多苦 这孩子心中 她爸爸去世之后 她更是为了我和小满 拼了命的努力 阿姨盼着你 能让她早点 心里填起来 好 嗯 好 嗯 嗯 啊 有点 我